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在手机不曾普及的过去,胶纸流发生几率也并不低。 目前认为胶纸流的发生是机体内部遗传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目前能够确定的两个危险因素分别是暴露于高级量的电磁辐射和有一些特定的罕见疾病相关的遗传突变,但是手机辐射不是高级量的电磁辐射。 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没有发生使用移动电话10年以上的人力,换胶纸流的还有脑膜流风险增加的数据。 胶纸流属于恶性的颅内肿瘤,它可以和脑膜流这些良性的肿瘤性渐变。 脑胶纸流的检查通常做CT或者核磁检查,但是这样只能做初步的定位诊断。 如果想要确诊,需要最终的病理切片检查。 有的病人在检查时还需要做腰椎穿刺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